您好,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。 今年夏天就像一个大火炉,台北甚至出现了39.2度的高温,晒得人们头昏脑胀,一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打开冷气。 但你有没有想过,当全台湾的冷气一起启动的时候,电力如果不够,跳电了怎么办呢? 在台电的电力调度处,有一群经验丰富的员工,每天负责预测隔天的尖峰负载,确保及时的稳定供电。 而他们预测的参考指标,除了历史资料,也跟隔天的天气、湿度等息息相关,可以说是一份极具挑战性的工作。 台湾的夏天热死人,家家户户都开着消暑的冷气,这样的状况让全台湾的电力负载瞬间飙高,而首当其冲要努力调控确保不停电的,就是台电的电力调度单位。 应该很简单的概念就是说,我们在家里面,随时你开一个冷气,开一个灯,关一个灯,谁在应付你这个动作? 就是这个,这边。 全台湾的这个,你只要一个关灯跟开冷气的话,这个动作就是我们全台湾的用电就会变化,变化是谁在应付你? 就是他们在调整,他们在指令电厂,升载降载,在应付你这个,也就是说,需求跟供给要让它match,他们就做这个动作。 温度高的话,当然温度高,大家冷气空调就会开得多嘛,那当然我们就会做这个,这个负载就会做上修,做一些修正。 为了不停电,调度处每天都要做负载预测,猜猜看隔天的负载变化长什么样子,负责的人员参考历史资料,再加入天气等其他的因素调整,送到第一线的中央调度室后,再根据当天的机组情况,做及时的调控。 我想我们电力调度的一个预测,当然是要预测,什么叫预测,预测就是要预测未来,那你要有手本是根据过去,所以第一个预测一定要有历史的资料做基准,然后结合你的专业跟当下的一个未来的变数,做一些了解。 那在我们的电力的预测里面,影响最大的不外义就是在短期来讲,主要还是气候。 我会根据明天的这个用电情况,我会做一个预测曲线,当然台湾的这个整个用电曲线很特别,变化幅度很多,尤其深夜的时候很最低,然后可能清晨四五点最低,然后早上八点大家上班就冲得很快,到早上十一点最高,然后又中午十二点大家休息又下来,十三点到上班,有这个幅度一直上上下下, 那我们会把这个客服的高低,最低最高这个曲线,我们去预测曲线出来。 其实一年当中在我个人的工作经验里面,最比较这个紧张刺激的,反而是在季节变化,季节变化包括这个夏季变秋季,或者是春季变夏季,这两个季节。 那两个季节是真的是这个老天呢,如果不赏脸的话呢,它的变化是很大的,像秋老虎啦,突然来个高温,那我们机组都准备,随着气候变凉了以后,就慢慢要停检,停下来做检修,但是你在停检的过程当中,突然它天气一热,这个回马枪一打的话,就受不了。 每逢季节交替的时刻,就是调度单位压力最大的时候,忽冷忽热的天气,考验着负载预测的资讯整合能力,和及时调度的应变能力。 这群反应敏捷,训练有素的调度员,小心翼翼地平衡着全台湾的电力供给和需求,系统之复杂,作业之细心,实在令人叹未观止。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。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,感谢您今天的收看,我们明天见。